各位大家好 今天主要是幫大家溫解有花植物的其中三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傳粉問題 第二個是受精的作用 第三個是自然選擇的概念 幫大家再次溫解 我們先找到第一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三棵植物 植物A、植物B和植物C 它都是同一個物種 但為何會出現自花存粉和二花存粉呢? 原因是自花存粉 如果是同一棵植物中 在同一棵植物中 花藥高於柱頭 有機會在同一棵花裡 花粉會掉到柱頭 然後進行下一步作用受精 第二個是自花存粉 為何會在同一棵花裡 由一棵花傳到另一棵花呢? 原因是因為涉及到一些媒介 例如蜜蜂、蝴蝶 幫忙傳播花粉 但你記得 自花存粉 在自己那棵裡面傳粉 所以留心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二花存粉 二花原粉是涉獵到兩棵植物 兩個個體 分別是A傳向B 或者C傳向B 它們都需要一些媒介 先到這部分 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第二部分就是 有花植物的受精作用 究竟過程是怎樣的 受精作用的過程 首先是 花粉粒到達柱頭之後 就會文化 然後形成花粉管 那這個花粉管裡面 其實裡面是裝著 再有這些紅配子 OK 然後那個花粉管 就會沿著那個花柱 往子房生長 去到哪個位呢? 去到這個杯珠 或者這個珠孔 好像幅圖那樣 OK 然後那個紅配子 就會被釋出 然後就與 杯珠裡面的黏配子 融合 然後就受精 那這個就是A 我們教的其中一個概念 叫做 雙受精作用Double Fertilization 但是在DSE 貨物層裡面 就已經套了C OK 那去到第三件事 就是問你 二花存粉 和自花存粉 在進化的角度來說 哪一樣東西較優勢 相對來說 當然是二花存粉 那為什麼是二花存粉呢? 縱使 植物A 植物B 植物C 都是同一個品種的植物 但是 其實ABC 它們都是源於不同的個體 所以 它們的遺傳基因組合 是有所差異的 當有一差異的時候 當它們二花存粉 之後 然後再受精 它們形成的核子 和後代的數目 就會多了 多了的成分之下 遺傳變異的數目 在同一個物種裡面 都會多的 OK 那下去了 達爾文也說過 這個自然選擇的概念 就是說 同一個物種裡面 其實是存有遺傳變異的 所以 其實去到後期 二花存粉 能夠幫助我們 促進自然選擇 而自然選擇的概念 是怎樣呢? 就是後代同一個物種裡面 有很多遺傳變異的 因為要適應環境的轉變 如果E3波植物 ABC 不能適應環境的話 我們就會死亡了 但是 如果要適應環境的話 因為物種有遺傳變異 所以 它們會有一些有利生存的基因型 然後 表達出來的表現型 那些的 性狀或者特徵 幫助它們繼續生長 和繁殖下一代 而去到後期 那種物種的數目 就會越來越多 而這個過程 就叫做自然選擇的概念 所以 在這裡幫助大家 去溫解 其實 物種的形成 和從種化角度來說 二花存粉 是比二花存粉優秀的 而當中的遺傳變異 是因為 A後代有遺傳變異 但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A裡面 很多同學理解錯了 就覺得 自花存粉是沒有遺傳變異 其實也有的 原因是 其實 那棵植物裡面 也會進行減數細胞分裂 當它形成配子的時候 其實 粒粒的 遺傳物質都不同 所以 其實自花存粉 生出來的後代 其實都是有遺傳變異的 這是第一個概念 大家要清理一下 第二個概念 就是 當那粒花粉粒 掉到柱頭上 其實是會掉多於一粒 但 為什麼要掉多於一粒呢 原因就是 有一些 能夠成功 就會生出一條花粉粒 但是 有一些 其實 它可能不會生出花粉粒 或者 有一些 生的花粉粒 可能生得慢了 這樣 那 我希望大家都 能夠溫好它 那 記得 花粉粒 不是只會掉一粒 可以掉很多粒 行不行 那 我希望這條題目 能夠幫大家 清理一些 有花植物 自花存粉 二花存粉 在基因範疇裡面的概念 受精作用的過程裡面 我 建議大家 當你溫這個 受精作用的過程的時候 你可以 思考一下 其實 跟人的 受精過程 究竟 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去到第三 就是幫大家 溫回自然選擇的概念 那 希望這條題目 能夠幫到大家 溫回這一堆的概念 拜拜 大家可以www 再給給您 買一張 想呀 我 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